字幕提供 繼續說下去 說到什麼?沒有團聚一天 一張屋契挑起一場腥風血雨, 年僅28歲的陳偉相卻是恥錯勇邪, 因財失疑, 冷血殺人, 親友都不感到奇怪 偉相在他心目中已經早留下了一些很差的印象, 據說在20年前年紀少少的偉相由鄉間來到香港生活 那時候他和媽媽和弟弟還在台山, 他和爸爸陳賀權一起到紅磡海灘街一個小小單位生活 那時候陳爸爸還要外出謀生, 所以就要拜託鄰居周府來照顧偉相的棄居飲食 周府是一個地產公司的東主, 兒子和偉相是幼稚園的同班同學 他將偉相視為寄出, 更將他修造契仔, 感情十分之好 但是偉相長大之後就沒有認真做人, 反而不學無術 荒廢學業, 令到契媽很失望 媽媽因為一直沒有辦法給一個溫暖家庭感到內疚 所以只能夠常常縱容他, 在物質生活上不斷地滿足他 被寵壞的偉相不僅沒有心懷感激, 反而畢本加厲, 不負正義, 常常賭錢 媽媽後來香港之後也自然沒有辦法加熱管束 偉相的脾氣也越來越暴躁, 多次為了金錢問題和家人爭執 任職地盤半頭的陳賀權雖然是一個粗人, 但待人折蜜也溫文有禮 是鄰居和親友眼中的好好先生, 而妻子也是個年良熟德的女人 他對於自己戀愛兒子的行為, 眾人也都看在一眼裏 就是不敢多管別人的家事, 加以勸戒 陳善父子的關禮在99年初的一宗案件的審訊中也顯露無謂 陳偉相和友人陳國豪被控於97年強姦一名懲教署高官的女兒 控方指他們強行將他帶到一間酒吧, 由酒吧帶到山東街一個單位 陳國豪用手扣和膠布綁起事主, 繼而強姦, 而陳偉相則意圖強姦不遂 兩名被告亦都落力為自己備援護, 伸穿一件黑色整齊西裝 打著紅色領胎的陳偉相, 當時表示當晚自己只在單位的摟架床上睡覺 夜間更加投訴有人和女事主所發生的事的星郎騷擾到他睡覺 有用刀指嚇過他們, 但並沒有作出強姦女事主的行為 最後陳偉相被判無罪釋放, 有人亦判, 罪名成立, 入獄百裂 報出高等法院的陳氏父子, 餘息重乎, 面上都有一些很輕鬆的神情 陳父在兒子耳邊輕輕地說, 以後要好好做人, 別走差踏錯 這次官非, 陳賀權速度花了三十多萬的律師費 無非都是想自己的兒子可以擺脫牢獄之苦, 改過自身 可惜到最後, 陳偉相並沒有因此而吸取教訓 依然故自我行我素, 也沒有感激過媽媽對他的支持 繼續欠下無數的賭債, 要媽媽幫他四出賺錢來還債 有若無受不成父子, 陳賀權如果真是遲身欠了兒子什麼債 今世都還清了 好, 趕著這麼多先, 明天再說 吃飯 收台 今晚八點繼續玩Bio Battle關, 爹賣爹, 明天再玩 8階 今晚八點繼續玩Bio 8階 那些工具, 訂閱Icon什麼時候批 我不知道等多久 他不行呢, 又要再弄個 不知他怎樣, 不過他應該很鬆手 他不像拉那裏 那裏 那時弄拉, 痴媽, 拉很嚴格 那時弄那些圖畫 等到厲害了, 好像弄了兩三次才批 他還要不批, 又要再等下星期 神經病 又說有什麼格式不行啊 又說這個不知什麼不行啊 什麼不行啊 什麼不行啊 Bilicam Fré Frid FB F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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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八點見 收台 拜拜